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四面題 ABCD中 ABACAD都是4√6 都是4√6 而且BD等於CD等於8 這是8 這也是8 然後cos呢 叫BAC BAC 是等於3√1 這個我叫ceta好了 為了方便這個叫ceta cosceta是等於3√1 如果他問 D到達什麼呢 到達平面ADC的距離多少 這個D到達平面ADC的距離是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先把VC的長度給算出來 CD的長度給算出來 然後的話 我們再來算什麼呢 算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那個AD 跟這個什麼呢 我給他做中線 做中線以後的話 會是一個垂直平溫線 我們先把VC算出來 那VC怎麼做 我們用余選定理 這VC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等於 等於那個 或者是用那個正選定理也可以 正選定理的話 因為這個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個是4√6 所以我給他做什麼呢 做那個垂線 垂線就等於中垂線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VC等於2倍多少呢 2倍的斜邊就是 4√6 那乘以3多少呢 3呢 2分之4 好 那我現在用那個伴走公式 這是8√6 那乘以多少呢 更好 2分之1-cos4 1-cos4 是3分之1 所以這是8√6 那乘以多少呢 更好多3 1-cos4 3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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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之2除以2的話 就是3分之1 3分之1 那約掉這2 所以這是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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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給他做垂線 垂線 做垂線以後的話 那這個 那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是左右對稱的 為什麼 這裡是8 這裡是8 這裡是4√6 那所以呢 這個是左右對稱的 就是說 這一個四面體 對稱什麼呢 對稱於這個平面 這個我叫ABCDE 好 對稱於什麼呢 對稱於ABCDE這個平面 好 所以他的什麼呢 他的這個 這個 那個高度 高度的話 就等於多少呢 喔沒有 他要算什麼 算這個到這個距離 那我現在的話 先把這個VC喔 VC的話呢 算出來 VC是等於8√2 8√2 8√2 那我現在呢 為了比較好看一點喔 我再畫個圖好了 再畫個圖好了 再畫個圖喔 D的話呢 我把它擺在上面 那ABC 把它擺在下面 這是D點喔 然後這是ABC 然後這是AR VC A V C啦 那AB的話 這是4√6 然後呢 DC的話 就是等於 DC是等於8 然後這個多少呢 嗯 DC等於8 DA的話等於8 DA也是根號 DA的話也是4√6 然後DV呢 DV也是8 DV這也是8 這8 嗯 啊 這個也是4√6 ABC也是4√6 這樣子 我們剛剛算出 VC是8√2 8√2 哇 所以呢 這個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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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直角 那我現在要算什麼呢 我現在要算這個D到 三角形ABC的這個距離 那我現在就怎麼做 我現在做那個 這個兩個面的兩面角 我現在也要做什麼呢 做垂線 那是等腰啊 等腰直角三角形 做垂線 那這垂線 這一點我們叫什麼呢 ABCDE ABCDE 這已經有E了 這F好了 F 好 然後的話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我現在給它做垂線 做垂線的話 也是呢 垂子平倫線 那這樣我就可以知道什麼呢 知道 這個面跟這個面的兩面角 這個角度呢 我就要 用過了 我就做垂線好了 垂線 垂線 那垂線 那這個 現在F 長度多少呢 這是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做垂線 做垂線 這個多少呢 就是 這是直角 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是D 那B 那我現在做DF 那現在這是8嘛 那8cos45度 因為這個是指角 這45度 8cos 8乘以cos45度 2分是跟到2 所以這是4跟到2 所以DF是等於4跟到2 DF呢 是等於4跟到2 這個是4跟到2 這是DF DF DF 是等於4跟到2 那F等於多少 F F F的話 是多少呢 是 這個多少呢 是這樣子 我把它畫一下 我把它畫一下 AR A 這個是B BR 這是C B B C 的話 現在這是8跟到2 那我現在做那個 算AF 這AC AC 4跟到6 這是等於三角形 4跟到6 這是4跟到6 這是4跟到6 這一半的話 這個是等於4跟到2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AF 這是F AF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我可以把4抽出來 跟那個 斜邊的平方 減掉一股的平方 這平方是6 減掉一股平方 這就是2 所以是4跟到4 4跟到4 4跟到8 也就AF是等於8 那現在這個是4跟到2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話 就是說 這是F 這是D D D F A D D F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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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立體的,做高以後就是得到答案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角度應該幾度 我們把它除以4 所以這個cos 這個叫phi 把它縮小4倍 變成更加2,更加6,更加2 這個叫做兩倍多少呢? 2乘以更號2 分多少呢?分支這個是2 2的平方,加上更號2的平方 減掉這個,已經約掉4了 減掉更號6的平方就是6 這剛好等於0 那代表什麼? 代表phi是等於90度 這個東西是90度 那既然是90度的話 所以 D DF就是高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90度 90度,所以這個就是高了 因為這個90度的話,這個就是高了 這個就是h 這個高就是低到三角形abc的距離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這個距離 低到三角形abc的距離 就是平面 abc的距離就等於4跟r 所以答案是4跟r 所以答案是4跟r 已經 לע啦 太高了 蘋isé 贊成 盡 餅 證